这盘游戏我给你们展示的和上盘游戏完全是两种感觉 什么感觉 这种感觉是稍微高端一点的感觉 黄子就是信赏削弱版的奥拉夫 打团加强版的奥拉夫 他要背我这个 不给机会 有观众说老手又玩黄子 为什么要加个幼子 EQ 为什么从EQ变成了QE 我嘴上说的是EQ 但是为什么变成了QE 随机应变 知道吗 我把大招起手 A加拿在A EQ直接秒掉 哥 呵呵 怎么回事 呵呵呵 给你跑 给你跑 哈哈哈哈哈哈 打我我最有全到了 我最有全到了兄弟 女警我在你家锅里拉死了 炸弹人我在你家锅里拉死了嘛 就选了一手打野 五分钟之内队友就全大了 呵呵呵 你能说老手这盘你的问题吗 你不能这样说吧 为什么黄子这个英雄这么简单 有些人拿出来 他就把把超神 把把很强 但是有些观众拿出来呢 平时就打不出来 像手术这种感觉 有些观众说 哎呀老手啊 你领先驾两级 你也太怂了 要是我早就EQ上去一套了 你EQ上去必死 有些观众可能不信是吧 来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EQ 然后打到盖左号闪现 就是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奇怪 哇 他出的冰星 然后有大的 怎么我打得这么深 回去了怎么这样 再见 走位 闪现走就有点东西 后来 走位 奥拉夫打野3-0 他一次都没想抓到我 没想抓到我 三二一 动 你可能不知道我 走位 呦好 很细啊 哈哈哈哈 没得不错 好感谢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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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呐 这种死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EQ中 大招改组 好 撕死狗 等一下撕死狗几个月子 我要飞的更刀 你在干什么呢 现在在这边 玩得好像很开心 是不是 你不知道 我这一首皇子的 厉害我看你 还有你啊 跑 跑啊 刚才是不是你啊 你看他这种 你骆驼 你骆驼就是 你整套知道吗 骆驼 一箭双雕 他是不是我这一首皇子 盘活了全场 如果没有我这个皇子 这剧游戏能 就这么快的翻盘吗 你看我我就就就就拿一个皇子 不是很经常玩的 掏出来 哎 对线链链 他不管我上路怎么样 但是他想从我上路拿到优势 是免弹 你知道吗 是免弹的 你就让我拿个奶妈打上单 他这个链链 想从我身上拿到优势 那也是免弹 的